森美兰 汝莱的南北大道路段 今天清晨发生严重车祸 涉及两辆罗里和五辆轿车 有的轿车已经毁不成形 导致有关路段出现长达十公里的车龙 但是伤亡情况暂时不明 这起意外凌晨六点多 发生在第274.9公里处 也就是安斯带的镇前往汝莱的路段 造成中间和右边车道受阻 车龙长达大约十公里 直到上午九点半左右 南北大道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帖文指出 所有车道已经开放通行 但是现场的交通依然缓慢 森州交通调查及执法组主任 穆哈默扎基接受大都会日报的访问时表明 调查官还在调查事发现场 当局也还没有掌握到完整的伤亡情况和意外详情 将对外公布 飞在满出来上达结束 在南北大道公司上达结束 对外公布 森州交通调查 地区 下达结束 千里 有点 被eleri